一个日本妈妈锦口九子 好几次踏上台湾的土地 因为她的独生女锦口真离子 到台湾自助旅行失去了音讯 有一个台湾的计程车司机 叫刘学强被噩梦纠缠 在车内放满了佛像福咒 还抱怨会不时听到女人的哭声 这位日本妈妈跟这位台湾问奖之间 产生了命运的纠葛 因为真离子当时就是坐上了 这辆死亡计程车 被刘学强用十字弹弓 来射杀跟分尸 真离子命案至今已经第二十年了 真离子的遗体回到了日本 但是被丢弃的头颅 到现在还找不到 锦口九子三度来到台湾 因为她离婚后 唯一相伴的独生爱女锦口真离子 来台湾自助旅行却离其失踪 高雄动员派出所警力 寒意仅三百人搜山寻人 尤其针对陈庆湖奔成十个区域进行地坛式搜寻 因为锦口真离子寄回日本的最后一方信 提到要到澄清湖一游 但是找遍树林草丛和人烟稀少的湖畔区 都没有结果 锦口真离子是民国七十九年四月二日抵达台湾 最后行踪是四月七日上午 从台南火车站要搭十一点半的护星号 前往高雄 自此断了音讯 一度传出他被卖到印招站 大举清查依旧无所获 几口真离子宛如人间蒸发 直到他失踪快满一年的前夕 警方掌握一条重要线索 指向计程车司机刘学强 他也跟他其实表示中 日本这个女孩是踏杀的 半信半疑 因为他对他这个老弟 严刑他这个大概也是 有点不以为常 不以为然 不是很相信他弟弟的话 他认为是有点夸张 怎么可能 一个日本的他怎么可能 这么凑起来就碰到他弟弟 当然他认为是不大可能 但是他还是有把这个讯息 告诉我们解放的问题 刘锡常公辞反目 直到最后才讲出 金口真离子的身躯 被埋伏在台南崇明十三街的 一处空地 警方进行开挖 小组人员利用绿杀器 除衣筛选之后 今天又巡获十多块骨骸 眼镜等可疑物品 这些线索将送给有关单位勘验 他精通日文 所以他用日文 向金口给他说了一些 类似祭拜 就是一些有跟他告知 我们今天来办总统的情形 那刘锡常在车上 当然心里都越来越不安 都很激动 然后后来透过我们 要跟杨局长讲 他说他想下车祭拜一下 那杨局长说 OK啦 所以我们就把刘锡常从车上带下来 那他一到这个祭拜的现场 他双脚就一跪啊 痛苦流涕啊 不能控制情绪啊 情绪没有办法控制 总共找出七十多块人骨 经过知名法医 杨日松介事 确定同属一人 年纪在二十到二十五岁的女性 血型是O型 RH阳性 看几口真粒子的特征吻合 国际监视专家李昌云见验过 也持同样看法 经过九子急忙来台湾指认 大丈夫です 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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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 绝对听不见 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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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心欲绝 看着没有头颅的白骨 难以接受 这就是失踪的宝贝女儿 她始终不愿意 她可能也不想承认 她总是抱着一线希望 希望这个尸体就不是她女儿的 但她因为她提出来的理由 她说她女儿的头骨还没有找到 她希望找到头骨以后再来验 但是后来因为我们有找到其他的 比较直接的物证 她妈妈最后也不得不认了 物证就是几口真理子的随身物品 雨伞 乞惯器 手电筒 刘雪强丢在路边的垃圾桶 赵道领说应该找不到了 却正好遇上清洁人员觉得可惜捡回家 我们的环保清洁人员去收垃圾的时候 他觉得这三样东西还很好 所以她就把她带回家 放着也没有用 经过一年多 但几方在贴公告在寻找的时候 他们才拿出来 这个小东西上面就是有一个特征 它是进口真理子 在他们日本家巷口的超商买的东西 可能上面还有类似标签之类的 所以她妈妈一看情形之下 大概没办法也知道认了 井口九子不得不相信这个残忍的事实 艾女已经遭到杀害 而且投入被丢在路边的垃圾车 再送到台南归人乡的垃圾也埋场 找不到了 警方得补强证据 终于在高雄爱河捞过杀害井口真理子的十字弓 加上她的自白中说 砍了井口真理子左肩一刀 白骨中显现了刀痕 但加以确定她就是凶手 原来井口真理子 当年到了高雄火车站 遇上骑机车经过的刘学强 她在火车站的地方 她想找一个比较便宜的 类似青年旅馆这一类的旅馆 比较便宜的旅馆 因为自助旅行又是学生 可能在旅费并不是那么充裕吧 碰到刘学强 刘学强本来是说可以给她介绍 本来是说可以给她介绍 后来最后我在那边找一找 说实在这边旅馆环境也不是很好 所以刘学强就给她邀约 不然就去住她家 带着井口真理子到澄清湖 原山饭店游玩 又到清真寺旁边吃牛肉面 降低戒心 最后假装热心 让井口借住高雄飞机路的家中 在她家居住的那个晚上 她是想给她求欢 但是那个井口当然拒绝 她不同意 所以她在深夜趁井口熟睡的时候 用十字风朝井口的太阳穴 就一枪就射穿了 她把头剁下来 然后分成两部分 把她砌制到台南 那在台南的时候 这个分成两部分 头的部分它是砌制在 一家西餐厅的那个门口的垃圾纸车 那个尸体的部分 头以外的尸体的部分 它就砌制在崇明十三街 一个汽车商行后面的空地的大树下 砌制在台南就是要嫁货给 曾经接待过井口真理子的理性男子 而且她为了不让尸体被发现 隔天又重返台南崇明十三街 倒气油烧尸体 当街民众因为失火也有报19 前来灭火 那灭火火以后大家也不惊觉说 当有尸体 有商人想要整地 整地来辟成这个摊贩的一个集中的中心 但是因为工程车辆到现场 都一直该故障 也一直都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把这个地方 把它开拼成一个商场 所以也就这样不聊聊着 所以现场才得以保存下来 李明中似乎有安排 让井口真理子的遗体 没有被掩埋在最深的地底下 他很怕他来找他 他非常怕他来找他 所以他在心灵上 他有点 他很害怕 所以他借助 想借助这个宗教的力量 所以你看 我们在后半段要破案之前的后半段这一根肩 他几乎都不回家睡觉的 他都睡车上 然后他车上 他的计程车的上面前排就是仪表板的上方 放了很多尊的佛像 二十年过去了 再度回到刘学强曾经台湾的高雄小岗机场 老一辈的司机们都认识他 他的车都放两线不辣 里面没在那里放 他在二十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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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二十年之后都很奇怪的动作 他会让他感觉 慢慢不会吓 不慢慢讲话的动作 他都放佛经吗 有有 帮他车 你站在路边有听到 他在旁边就听了 蚂蜜豆腐 蚂蜜豆腐 这样说 昔日的邻居则说 过去刘学强在半夜 就常出现恐怖的行径 让人不寒而栗 我每天晚上两点都要回家经过门口 偶尔差不多 一个多月有时候就在门口 杀狗 杀狗做什么 我不知道 几口真粒子被弃失的台南重鸣十三阶 如今已经全面翻新盖了新大楼 有那个日本左边的东西 会攻卸 日本女学生半夜的狄男生 随着时空流转 成员过的昭雪而消逝了 商人凶手刘学强被判处死刑 但是因为精神状况不好 最终解围无期徒刑 搭计程车 不管是蓝车或轿车 最好打电话给朋友或家人 告知车号 这样人身安全多一层保障